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如果有机会到暖江桥上往下看 这个暖暖的湖穴 你就会发现是说 这些湖穴不但是全台湾 合成湖穴面积最大的地方 然后它更精彩的是 你直接会看到整个基隆河的河谷 如何把当地的地形切成是一个V型峡谷 那也因为这样造就了 以硬沙岩作为基础的湖穴 它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这件事情很多人不在意 所以它是不断的在跟社区 进行对话的过程中被留下来的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大型建设 在过去这20年来 甚至是25年来 不断的在地方上进行拉扯 我举个例子来讲 万瑞快速道路的那个桥墩 它到底应不应该插在湖穴上面 暖暖老街的平交道如果要外移到基隆河上 请问对湖穴该不该有伤害 到底是铁道外移比较重要 还是湖穴比较重要 它其实马上就会出现在 出现在整个社区当中的辩论 以及张力当中 那我们看到的是过去20几年来 这个议题算是被守下来了 所以以至于到目前现在 基隆市政府准备要把自行车到 基隆河畔的自行车道连贯的时候 它要用悬壁式的步道来进行 就是因为知道湖穴这件事情千万动不得 然后包含公班到底如何施作等等 都要非常非常仔细地进行讨论 也都是因为过去20几年来 在社区里面有非常强的张力 然后再绞尽 这些东西才会留下来 而此刻我们如果要走淡蓝古道 不管你要走北路还是中路 你势必就从这个地方作为起点 好 这个不细说 我只是要再讲的是 在从这个起点出发 在这个起点上 我们看到的景观人事物 它其实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我们如何使用淡蓝古道 使用湖穴 环境 文史 生态作为议题 不断地跟市民 跟社区的居民进行对话 好 这个都不细说了 暖暖那个地方有一个在地质上 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 它就是那个南港段的印沙岩 然后一直到 连到基隆这边来 然后成为八渡象斜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基隆河中段 以及这个暖暖溪 以及甚至东四溪的上游 你都会看到 合成的湖穴 主要就是因为有印沙岩的关系 好 这个是真的很可爱 你知道 不去细看根本没有人在乎 反正我们就从桥上过了 20年前的过港社区发展协会 他们曾经为了要让更多的人 来关心湖穴 他们透过社区营造 办了一个有趣的活动 他们就是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直接到基隆河的河底 然后去拍照 拍出各式各样不同湖穴的样子 然后进行展览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展览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家都去很靠近 为了要参加摄影比赛 然后去把湖穴的美给拍了出来 那情感跟联系就这样发生了 好 中路 中路的话也是一样 从暖江桥出发 然后一路往东四坑的方向走 我中间列出来这几个点 我要先说 路往的在地组织工作 它不一定都能够用淡蓝古道 来进行主轴 但是我们可以让这条淡蓝古道行经的路上 有哪一些重要的在地特色 是可以被彰显出来的 然后让淡蓝古道的路径 它有现代当代的意义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这边是暂时列举了这几个点 就快快的讲过去让大家知道 真的有机会希望能够邀请 你们去走过了对不对 中路耶 中路走过了 中路你们走哪里 只有走暖冬就到 暖冬就到 就走暖冬就到 OK 所以前面这段都没走过 那你们下次从暖暖火车站出发好不好 从那边开始走 然后就一路走进老辽坑 其实也没有真的很远 你看我们先看到的第一个 会跟现在直接有关的议题 就是暖暖老街 我们用红色的标明出来 这暖暖老街过去的样子 是真的非常老 但是后来在民国66年 它经过拓宽的工程 就全部打开了 所以你基本上 现在的暖暖街 你不会看到任何一点点 跟过去9万18千相关联的元素 基本上都找不到了 所以你看这个是 应该也是十几年前的样子 现在已经都不是这样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 对对对 卖咖喱的 在暖暖老街上 我们除了庙宇之外 唯一看到的日式建筑 就是暖暖街100号 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是 花了很多力气去琢磨 但是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我们认为是因为出自于在地方政治里面的 某一些因素跟考虑 所以市政府其实并没有接受我们的提议跟方案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说 如果要让整个淡蓝古道的样貌 是可以更完整的被看到 现在唯一 就是唯二唯三还残存的几个重点 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年内 想办法让它可以被更保留下来 或者是更活化 然后甚至可以更串联起来 这个是暖暖国小的教职园宿舍 然后这个教职园宿舍到目前为止的样貌 大概就是长这样 但是它是在暖暖 它整个暖暖区里面 唯一还有日式风格的建筑 当然它的年龄不算非常老 但是70年应该也有了 70嘛 对不对 这个屋子有70岁了 好 这是它现在的样子 好 特别要提的是这个 结果我们在想要了解这个 想要把暖暖街100号这个旧的日式宿舍 保留下来的同时 发现了它的瓦片 它的瓦片里面主要有这两种 其中有一种 这个 我先讲这个 川竹式的竹钉纸瓦 这个瓦片是从哪边生产来的 松山 没有 台北的松山 当时在松山有一个专门做瓦的台湾人 在日制时期 你们上网查应该也查得到 叫做蔡川竹 然后他们那边出产的 这个OK可以理解 暖暖离松山近不近 松山的旧地名叫喜孔 对不对 近不近 其实还算近 顺着基隆河都能到 可是这个就非常奇怪 这个也是在现场发现的 蓝洋摇曳诸诗会社 蓝洋是哪里 宜兰 如果这个日式宿舍的瓦片 从喜口来 从松山来 这个可以理解 对不对 顺着基隆河 各种原物料往这边送 但是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宿舍里面 残留的瓦片当中 竟然有来自宜兰 你会不会觉得很好奇跟想象 它当年是不是从 顺着淡兰古道一路过来的 不知道 但是非常值得想象 它也好玩跟有趣 那这个当然还带考证 可问题是这个宿舍本身 到底还能不能保留下来 也要看下一个阶段 政策上的变化 好 接下来我再往前讲 我们现在把各种不同的议题 希望能够调动不同的人 透过调动不同的人 他可能是对文史关注 可能对生态关注 等等等 然后到最后最后 他都可以在一个淡兰古道 中路的概念上被串接起来 泽珍珠菜 你现在要讲种菜了吗 No 不是 他在2020年 两年前的3月26号 其实在暖暖运动公园被发现 这个暖暖运动公园 也就是在我们在讲的 淡兰古道中路的路径上 然后这个泽珍珠菜 你们查一下新闻都可以看得到 是被我们在地的居民 蘇慧昭小姐发现的 然后一往前查之后 就发现这个泽珍珠菜 其实已经在台湾消失了123年 而且台湾仅有的 泽珍珠菜的标本 还是当年被植物学家 采集走了之后 送到德国去 然后最后德国捐回给台湾 台湾唯一有的标本 是从德国来的 这个泽珍珠菜在台湾消失了123年 但结果没有想到 就在暖暖运动公园的一处草地上 就这样被发现了 你看怪不怪 长这样 那你们都不要问我说 这跟淡兰古道什么关系 我要告诉你 关系是我们人创建的 所以它现在此刻就是在淡兰古道 中路行经的路线上 它消失了123年 然后最后被发现 好 那个系的档案我们就不讲 你们自己去看 但我们后来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 非常振奋 然后呢 所以我们就找了 林业试验所的钟世文博士 然后他们来采集了一些种子 然后拿回去林业试验所 迅速地把它繁殖出 结果现在发现 在拿 在 长得最好的泽珍珠菜 是居民自己种的 因为泽珍珠菜发现了之后 就有居民也 也觉得暖暖 应该要把它保育下来 所以社区发展协会的干部 就把它分了几株回去种 然后种到现在非常非常茂密 后来一问说 那为什么你可以种得这么好 然后那个林业试验所 林物局的林业试验所 这个钟世文博士 都没有办法种到这么好 原因是什么 后来搞清楚了 原来居民们就是直接 直接用叉枝的方式 就长得非常好 但是钟世文把它想办法用种子 再重新回过头来种 但现在我也不能讲说它种在哪里 不然到时候又有人要去拔了 好 紧邻这暖暖运动公园 旁边就是暖冬苗圃 这个有机会大家也要去 暖冬苗圃作为进入东式坑的入口 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好地方 那我要先讲 它跟淡兰古道有什么关系 关系是自己连的 但是它确实是在这个路径上 好 暖冬苗圃 我们因为在暖冬 关注到暖冬苗圃内部的某一些问题 所以开始对暖冬苗圃有了新的发现 并且从对暖冬苗圃有新的发现的开始 对暖暖的生态也有新的认识 这些事情是全部在一起发生的 所以我要说它有一点点像是无心插柳 柳成硬 但是实际上是我们都在一个对的道路上方向走 所以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相关的元素跟议题 很自然的就会聚合成是一个 我认为是淡兰入网可以联系起来的议题 这个暖冬苗圃我们从这个议题开始 我自己本身是念人文社会科学的人 我念心理系 然后助人专业出生非常久 然后同时我从事劳工运动 我对于生态议题我完全不熟悉 完完全全不熟悉 从零开始摸 一开始是先民众先来澄清说 为什么暖冬苗圃里面做了一个这么大的沉沙池 我们想说沉沙池有什么不对吗 不懂 完全不懂 不懂工程 你们在座有人懂水宝 有吗 有人懂工程吗 我完全不懂 后来就从这个沉沙池开始 我们一路往前探索 到底人为的设施或建设 它到底跟生态之间 要用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来取得某一种平衡 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 就像是说 如果今天有人邀请你说 来来来 我们这边很需要一条手做步道 你觉得你就能去做吗 显然不是 对你来说仍然还是要有一个标准和想象 那是什么 人为设施跟生态之间到底什么关联 好 然后所以我们从这个议题开始 就来开始去摸索到底什么叫做生态简合 好 细节就不说 如何发展出一种 对环境更友善的人工设施这件事情 沉沙池如果是必要的 但是这个沉沙池如何让 对于在生态热点中的环境 可以得到最小的冲击 我们都非常清楚知道 像刚刚这个沉沙池 如果有一只山枪或穿山甲掉进去 大概就是都出不来了 甚至就直接淹死在里面 所以我们看了其他各式各样不同的案例 然后等等 然后回过头来 然后最后最后他们做了一个这个 我们还是不满意 好 重点是 在跟基隆市政府吵架吵这件事情的同时 我们也一并要求说 那可不可以针对暖冬苗圃的生态 进行做一些基本的基础的调查 在当时的产发处处长 其实是非常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使用了议会议员的身份 不断的往前去逼 逼到最后 产发处的处长回过头去说服了府内的公务人员 勉为其难的做了暖冬苗圃的生态调查 你们记得刚刚地图上那个点吗 等一下你看你就知道 暖冬苗圃距离民宅 其实50公尺不到 最近的民宅50公尺不到 所以对于政府的公务人员来说 那边哪会有什么生态可言 结果你看看到了这些东西 生态调查一做马上就会看到 山腔 石蟹蒙 射香猫都在那边 那这件事情也回过头来再证明了 暖暖作为一个生态多样性的 挪亚方舟的事实 它就是基隆河中游的生态起点 同时也是都市化 台北都市化的终点 你可以看 这2019年拍的 有没有听过山腔叫 没有 我常常被山腔吵醒 那山腔叫像狗叫一样 有没有听过 我们家就住在旁边 那石蟹蒙 石蟹蒙也是在生态级别里面 比较高的保育类动物 摄像猫也是夜行型的 好 再下一个点 手作步道 这个就不细说了 我们看过图片就好 我们等一下让大家休息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跟千里步道合作 然后一起往前推动 我们在满东峡谷里面 也试作了手作步道 在理念上 我们毫无疑问 会认同水泥步道零成长 天然步道 自然步道零损失的概念 但这件事情 到底怎么样能够在生活中 开始使用这个行动 跟更多的市民进行对话 你可以知道 我们大部分的市民都是选择 把步道视为是一种休闲 但是这个休闲本身 如果他因为水泥化的步道 而跟休闲本来的概念 有矛盾跟冲突的时候 那这个休闲还是不是休闲 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值得讨论 所以我刚刚是在说 我们可以把手作步道 视为一个你个人的实践 某一种信念的实践跟行动 但它同时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面向是 我如何跟更多的人进行对话 透过这个行动 跟更多的人进行对话 所以我们后来发行了社区报 然后一样也把这个议题 试着要在社区里面发展出更多的沟通跟可能 这个就不细看 我们之前没有发过这个社区报给大家 有 好 好 中路的部分 在一个老聊坑 我们就是用投影片看过就好 但回过头来就要想 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些议题 其实都是我们尝试着 发展各种不同的议题 然后并且组织不同的人 然后发展出不同的联系跟关系 这些东西到最后都有可能 可以被串联在一个 串联在一个淡蓝路网的概念中 但它不等于会带来地方创生 这是两件事 那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只能做到一件事情是 如何让人进入这个网络中 他可以找到或发现一个新的自己 这件事情 如此而已 他会愿意走进这个系统和步道网络中 然后重新回过头来想 暖暖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我跟各位说 暖暖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刚刚讲说 它是生态多样性的挪亚方舟 你知道暖暖区的总人口 暖暖区喔 暖暖区的总人口 也不过才三万八千人而已 非常非常少 可你知道 在这样一个小的地方里面 社区里面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张力 一直持续都存在的 就是 这个小镇 它到底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你知道我们过去 不管你住在哪里 你光是想这件事情 你就会觉得 对 我怎么没仔细想过这件事 我们大概把我们的小镇 把你居住的空间都交给了 你投票的对象来处理这件事 对不对 比方说市长 他可以来决定你的居住环境 长成什么样子 但是你从来都没有一种机会 是我们作为社区居民 可以彼此讨论 我们想要我们的这个里 或这个区 长成什么样 对吧 这种机制向来没有过 手作步道可以啊 我们一群人来讨论 等一下这个步道要做成什么样子 这是可以讨论的 它是民主的 它是民主跟专业并行的 但我们现实生活中 是不太有这种空间跟机会 这种讨论的空间从来没有过 而我要说在暖暖就会经常发生 类似像这样子的差异跟冲突 那种冲突不一定是在现实中 人跟人之间的冲突 但你会知道的是说 是在价值上的差异 暖暖它到底应不应该 变成跟台北一样 这个是所有所有人 都难以回答的问题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暖暖是好山好水 我来这边住就是因为 它跟台北不一样 刚刚讲生太多样性 对不对 我搬到暖暖来住的第一天 的晚上 东西都还没打包整理好 太累了就去睡 睡到第二天早上醒来 打开窗户那一刻 我心里面就想 我来这个地方 搬来这个地方住真的搬对了 因为一打开窗户的感觉 就觉得我去这个森林 小木屋度假的感觉 我呼吸到的空气 是一模一样的 我刚刚不是讲说 常常被山腔吵醒吗 等等 类似像这个 很多人是因为暖暖的好山好水 和好环境所以搬过来住 包括好水值 但是有另外一方面 心里面还有一个小魔鬼的存在 就是希望 为什么暖暖的房价 永远都长不起来 所以当有各式各样大型建设的时候 到底我该欢迎他还是不该欢迎他 好 这件事情在暖暖 其实一直是没有办法 真正好好坐下来被大家讨论的 好 老聊坑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总之就是一个 你们前面如果都有听到一些 基本的文史资料 我们就不讲了 有梅 有樟脑 然后有香菇 有大金 所以你只要淡然古道的中路 你好好走过一趟 你大概就会知道 整个暖暖过去两百多年 三百年来的发展 包含产业史 会知道 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 这王国文 王老师 你们都见过了 茶叶曾经也是 你知道我们现在 喝的猫空的茶 南港的茶叶 其实都是从暖暖这边 一路发展过去的 过去暖暖的农业 过去暖暖的农业 赚钱的就是茶叶跟大金 但后来的都抵不过矿业了 去古道走一趟 有时候也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 枫香 类似像这样 没人讲不知道 但是往前分辨就会发现 原来这里当时被中的枫香 是为了断木香菇的需求 等等 好 来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 后面继续往下一段 我们休息十分钟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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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